那摩地藏王菩萨 那摩地藏王菩萨 摩河沙 接下来请收看净土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法师 各位年友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請放长 那我们今天是 我们节下最后一个礼拜 有 还有 共修还有诵经 下午诵经 那这个 出家人的节下安居 我们说呢 色心专注 刻起取证 就好像一段时间呢 我们大家静下来 比如说你今天礼拜天 你是只有半天 或是一小时 出家人 出家人是比较久一点 比如说几个月啦 或是打气啦 闭关啦 那比较长 那这个 那这个 我们说 为什么你要静下来啦 比如说我们大家来共修 你来这边要静下来 你这一生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呢 有一个沉淀 绝躁 清醒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释迦牟尼佛呢 在 十二年当中啊 出家后 他沉到十二年当中呢 那时候还没有 治很多戒 比丘戒 两百五十条 比丘尼三百四八条戒 还没有治那么多戒 他只讲一个祭颂 好 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祭颂 也是勉励大家 也是我们要呢 把我们的心啊 清净我们的三叶 增加我们的福报 成就圣道 他讲一个祭颂 他讲啊 十二年当中 他只讲一个呢 善护于口言 至尽其至义 生莫做出恶 此三叶道尽 能得 如是行 大先人道 我们说呢 这个生口意的色修啊 简单的讲出 善护于口言 就是我们讲话 嘴巴讲出言语啊 善护于 就是要善加互念 要保护你嘴巴讲出来的话 我们说嘴巴讲的话呢 不要恶口两舌其余 妄语 不要打妄语啊 不要骂磅人家啦 尖酸刻薄的话啦 或是呢 太开玩笑呢 刺上人家啦 也不对 或是呢 最不好的是打妄语啊 说谎话 那你要把自己的心意 致敬其至义 我们的心中的意念 要把它清 清静 转化 好 那我们的身体不要去造 不要 心里想怎么样 嘴巴先讲了 然后就准备要去做了 所以身末作诸 身体不要去造 沙盗淫妄的事情 真的能够三叶清静啊 这就是大仙人道 大仙人道就是圣人啊 我们中国人讲 仙人其实 大仙人就是 他是已经超凡入圣 那我们说啊 这个 这个身口意的色修呢 尤其是我们呢 口业啊 我们随喜功德 讲一句话就有功德了 我们讲好话 不一定要布施钱 不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你的心呢 发出善良的语言呢 我们来念佛啦 我们来赞叹人家啦 我们来呢 这个说好听的话 微妙的话 帮助人家的话 同情的话 安慰的话 都是善良的话 这样就有功德了 就能够增加福报 那我们呢 不管是出家在家 都是这样啊 我们呢 能够来修这个世间的福报 出世间的福报 都先从嘴巴开始 当然嘴巴能够动是心在动 但是会发出嘴巴来 所以这个口业呢 很重要 我们一开始修行呢 当然用第六意识再修 那第六意识转变呢 我们说呢 这个 变成这个业力的时候啊 第六意识呢 他的业力比较轻啊 第六意识并不是不会造业 我们心也会造业 心造的业 其实是比 身口还严重啊 但是一般凡夫 还没有那么厉害 心的造业 比如说你会禅定 禅定就是用第六意识啊 第六意识呢 他用禅定 用神通 他造业会更大 但是一般人 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一般人造业呢 是用身口造业比较严重 但是你有练习了以后呢 反而到最后你的心的造业 也会很严重 所以你要了解啊 所以越厉害的人 他会用他的心念去造业 造善业 造恶业 我用我的心去造业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在研究这个心念啊 科学家研究心念 心念也会杀人 心念也会帮助人家 就像神通一样 咒术 咒术也会杀人 咒术就是用你的心念去杀人 去驱使贵神 就是去杀人 那我们凡夫呢 一般是用身口 身口的造恶呢 比如说我们应该要设修我们的身口啊 那这个口业啊 尤其要设修 我来讲几个故事 很久没有讲故事了 这个呢 我们说这口业啊 会显现在我们的福报上 这个在经典上讲啊 在罪圣佛顶 净除业障咒经里面 他讲啊 有一个善助天子 这个善助天子呢 就是三十三天里面的一个天主 天子啊 就是一个天神啊 这个天神呢 有一天呢 听到空中有声音 说七天以后 你的福报就没有了 你会堕入呢 畜生到 当牛养猪 马鸡啊 鱼狗啊 七种动物 再下地狱 那还有一事你当人十岁 可是你瞎了眼睛 我们说天上的天神呢 他只要他的花啊 天神他有花 花泻了 夜下粗臭 就是他身体有臭味 天神不会有味道的 他都是香的 结果呢 身体臭味了 他有花来花枯萎了 他就是准备死掉了 或是他坐不住了 天神也有寿命的 就像我们人呢 我们要生病了 那可能重病就要往生了 天神也是这样 他没有什么重病喔 可是他只要看到他这个状况 他就是生病了 就是准备往生了 那天神他要堕入的时候 结果空中有声音告诉他 他就吓到了 七天后你要死了 怎么办呢 这个天上跟这个阴间 讲话是最有信用的 不像我们人间 我们人间有时候讲话 不一定有信用 还会诈骗 不一定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天上跟阴间呢 那些讲的话呢 每一句都会实现的 他们那边不会讲假话的 所以这个 散驻天子呢 就很惶恐 就赶快去找这个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 我们不是摘天吗 第四天就是 玉皇大帝啊 天公啊 三十三天的天王啊 第四天也没办法啊 这时候恰好佛出世 佛已经成到了 赶快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最后呢 赶快去求助呢 释迦牟尼佛 去呢 这个呢 拜见释迦牟尼佛 求哀悔过 看有没有办法 来转变他的福报 这个呢 所以这个经呢 就开展出来了 佛呢 就告诉他 你为什么 有 当天上的福报啊 你为什么 会 在堕入出生到 地狱到 还有人间呢 这过去世的因缘是这样的 就是有 过去是你是一个婆罗门 婆罗门呢 可是你家里后来呢 很穷了 父亲死掉了 只剩下母亲跟你 去乞丐 当乞丐乞讨 有一天呢 那母亲呢 去乞讨 比较慢啊 这儿子呢 小孩子呢 这儿子呢 肚子饿了 饿的呢 很生气 怎么会那么晚才回来啊 结果母亲呢 很晚呢 起到饭菜呢 来给他吃 他又骂 说怎么那么慢 很慢啊 饿死了啊 就骂他母亲啊 骂他母亲 骂他母亲 七种动物 这母亲呢 知道这小孩子生气了 就安慰他 赶快吃饭啦 不要再骂了啦 他也不介意 那要吃饭的时候 恰好看到空中啊 有屁之佛 从天上飞过 诶 怎么有一个飞人啊 啊 是屁之佛 这是大神仙 这小孩子呢 就祈祷 祈祷啊 说啊 这个神仙 赶快下来 接受我供养 诶 这个屁之佛 在天上呢 飞过去的时候 听到这个小孩子 在祈祷呢 诶就下来 接受他饭菜的供养 他很恭敬 合掌啊 这个祈祷 诶 他把他那 那个饭菜呢 他是乞丐啊 剩下的饭菜 都给这个屁之佛吃了 后来他又出家了 出家呢 修行呢 有一天在僧团里面呢 人家因为信徒供这个书友啊 供这个 供养物啊 分的是怎么样呢 结果就跟出家人呢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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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他们 你破戒啊 你这个呢 瞎了眼睛 那结果呢 后来往生了以后 先当善助天子 就是你这一次 因为你呢 供养披兹佛 所以我们说 你造的善业哪一个最大先成手 你供养披兹佛 就供养圣人 披兹佛就是指圣人 我们说阿罗汉 披兹佛 菩萨 佛 披兹佛 他是自己 自己悟道的 成为 圣人了 你供养圣人 所以你先生到三十三天 当天子 你又合掌恭敬 所以你现在要死掉的时候 有这个呢 祝空神呢 欲先告知你 你七天后要往生 你因为你骂你母亲 我们说世间最慈悲的 莫过于父母啊 最不孝顺的呢 莫过于忤逆父母师长 你对父母呢 二口骂 骂他七种动物 所以你下一辈子 就堕入七种动物当中 那你呢 那你呢 当出家人 又骂出家人 瞎了眼睛 所以你又要当 人的时候 你也瞎了眼睛 这个善助天子呢 这个善助天子呢 听呢 就非常痛哭流涕忏悔 所以佛在跟他呢 讲经啦 传他这个呢 这个呢 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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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灿啦 就是呢 忏悔啦 传他咒助啊 才消除了这个 恶业 那所以 那所以 有时候我 那个网路啊 我 前两天也是呢 人家传给我 说这个网路 你 你都没有 你都是没有 真实性命啊 那你就乱骂一通 或是尖酸刻薄的话 就乱写一通 注意啊 有果报的 我们不要为了说 网路是虚拟的世界 有果报的 网路你也是写出来啊 写文字啊 打字啊 也是有果报的 你看人家也学坡呢 坡上网啊 怎么样自杀啊 怎么样呢 杀人啊 你坡上网啊 人家学你的方法 真的去自杀啊 真的去杀人啊 你传这个文章的人呢 你就会有果报 这就是你的心嘛 你现在讲出来的话 就是变成网路的文字 我们再讲第二个公案 自尽其自义 我刚才说 你的心发出来的 也会有力量的哦 不要说你网路 这个在过去世里面呢 我们说本来你的心 应该不会结那么大的夜报 在以前呢 有一个大阿罗汉 叫做黎月阿罗汉 他出家成道了以后呢 杜化很多地址啊 成就阿罗汉国 他也神通广大 那他的地址就到各地去啦 结果他这个呢 老法师呢 有一天在洗衣服啊 因为他的衣服 因为他的衣服 袈裟呢 褪色了 以前我们没有化学染色的时候呢 这个出家人的衣服 都要用这个树皮啊 去染色 去煮这个树皮 然后把这个布啊 放进去去染色 我们所谓木染色 就是他会有点 红咖啡色的 现在因为有化学染料了 所以就不用再染色了 他要把白色的布 以前我们的布都是白色嘛 要染成各种各式样的颜色 出家人也是要染色 以前都是用天然染色 天然染色过一段时间 就会褪色了 褪色你还要再染 这时候他加沙呢 已经褪色了 他就要去染色 就煮这个 就把袈裟呢 就煮这个树皮要染色 这个我们去泰国啦 现在年轻人比较没有啦 以前我们是用墨枝啊 因为墨枝也是煮出来 墨枝去染灰色的 那他在煮这个 这个树皮啊 染衣的时候呢 就看见呢 他煮的这个袈裟 他变成一张牛皮啊 那个树枝呢 变成是雪枝啊 通通变颜色了 这阿罗汉呢 他就静下来 这阿罗汉呢 他就静下来 他说啊 人在世间 人在世间呢 恶意起不得 口过犯不得 且看有夜报 就人在世间呢 你 产生的恶意呢 恶 恶劣的念头呢 不要随便生起来 你 用嘴巴在骂 或是在 毁谤人家呢 那犯不得不可以犯这个口过 否则便有夜报 结果他在煮家沙呢 变成都变成牛皮了以后呢 就有一个农夫呢 很生气的呢 就跑过来了 抓到了 抓到贼了 你看吧 你在煮我的牛 我的牛被你杀了 你这个出家人犯杀戒 犯偷盗戒 把我的牛杀了 你看 你这一锅都是那牛皮啊 我闻到这个牛肉的香味呢 他在煮他的家沙 他闻到的是牛肉的香味 你说这个夜报可不可怕 这个阿罗安他知道啊 他就 静静的 走跟我去见国王 这国王就问他 你 你偷了牛 把人家杀了 是不是 阿罗安呢 就低头 也不回答 那你就默认了啦 那呢 判你十二年的监狱 就把他关十二年 关十二年 他在里面呢 他就打坐 然后呢 做得很好 结果呢 这个监狱里面呢 都干干净净的 然后那些犯人 都被他感化了 十二年这样过了 他本来是要剃光头了 十二年监狱也没办法剃光头 就变成一个道人了 刘昌坝了 结果他的弟子 十二年没有看到师父了 就觉得很奇怪 就想念师父了 他的弟子都是阿罗汉 就用天眼通一看 师父被国王关了 好多人就飞到国王王宫 找国王算账 说你怎么把我们师父关起来 我师父是圣人呢 他怎么会偷了你的牛 这国王不得了啦 赶快赶快去把他监狱呢 带出来 一带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黎月阿罗汉啦 出了监狱以后要犯他了嘛 就呢 他本来是藏法啦 就虚法之弱 就献神通十八遍 身上出佛 身下出水 然后呢 那个飞天腹地呢 变现给国王看 表示他是圣人 那弟子就问师父啦 你怎么无缘无故 会被关十二年 这个师父呢 这个老师父他就笑笑 这是我的业报 因为我过去是 是一个农夫 有一天也是牛 走私了 我就追来 就找啊 找到山上去了 山上呢 看到一个山洞 住着一个 屁之佛 也是屁之佛 这屁之佛在山中打坐 我就看呢 山上都只剩下你一个人 我的女儿不见了 一定是你偷的啊 他就很生气 他心里就在骂 他心里哦 注意哦 他如果直接 恶口骂这个 骂这个屁之佛 他就会下地狱了 他不是 他的心里呢 因为他看在修道呢 还有点敬意啊 就不敢直接骂 你知道啦 就在那边呢 在心里呢 骂 你这个偷牛仔呢 一定是你偷的 可是我现在 看不到你 我不敢直接骂你 但是一定是你啊 十二个小时 他十二个小时 就是半天的时间呢 就是对着这个圣人 起这个恶的念头 就一直呢 瞪眼看他就是了 十二个小时 这个生气也生气的很久啦 瞪眼睛也瞪那么久啊 不得了啊 我因为生气瞪眼睛瞪的这个呢 射立佛 这个屁之佛 所以我呢 我呢 过了 过了多少年啊 加历洗 我现在被关进十二年 十二小时换成十二年 年本代曆 所以我们说 恶意啊 恶的念头 一直对一件事情呢 对这个人啊 对这件事情啊 一直生出恶念 也不可以的 我们凡夫呢 你生出一个恶念 对这个人 那你他就以后就不跟你结 好颜色看了 所以我们说 你要 我们要学会 清净善的念头 讲话 也是要讲好的话 那讲好的话呢 也要会讲 这个善互以口言呢 我们说虽然是善良的话 你也要会讲 我们刚才讲 结下安居呢 那这个 有一次啊 释迦摩尼佛结下安居的时候 没有人供养 为什么呢 这个魔网呢 遮蔽这个国网 本来国网说呢 三个月我都供养大众司 结果呢 结果呢 国网被这个魔网啊 蒙蔽了 国网就忘记了 他就没有供养 释迦摩尼佛的神团 那怎么办呢 要脱波起始呢 没有人供养啊 因为本来 国网说他要供养呢 老百姓就不敢供养了 因为说国网通通包了啊 老百姓什么都不敢 说三个月都是来 国网供养的 大家都不敢供养啊 怎么办呢 这个圣人不可能 得不到供养嘛 但是呢 这时候有一个在郊外啊 他不在城里嘛 郊外就有一个 这个养马的 啊 没有到别的世界去 去拿饭菜呢 也不能常常这样啊 那没有神通的阿罗汉 就吃不到了 也不行啊 那所以啊 这个 我们说佛啊 三个月吃马麦 就是这个养马的人 他说那没关系啊 我有一些麦 我就煮一煮 来供养大众师 那就好啦 大众师后来就吃这个马麦 吃三个月 就是吃不好啦 三个月过了以后 啊 那個大兴供养 我们说呢 解下安居啦 供养众生 我们说余南盆会啊 穆建年尊者呢 要救母亲呢 他就要靠供养大众师的力量 来回向啊 啊 来修呼报 来度他的母亲 就是因为解下安居的时候 那这个养马的人呢 他还有一个女众 也是帮忙主 供养这些大众师啊 解下安居结束了 佛就派这个阿难 说你去呢 安慰这个养马的人 谢谢他呢 三个月 带这么多 一些饭菜呢 来供养大众师 你问他有什么 愿望 我们帮助回向 帮助他达成 我们说我们诵经祈福啦 修禅定啊 念佛 会回向呢 供养的人 阿难呢 就去 问这个养马的人 说你有什么愿望啊 佛啊 我们大众师会为你祈祷 你的愿望一定会成就 阿难不大会讲话 那时候不大会你知道吗 结果这个养马的人呢 就说好 那你告诉世尊 说我的愿望以后要当天王 我看人家呢 以后当天神呢 要当天王 要当国王 那帮忙煮饭菜的还有一个女的呢 她说那我就当 那个国王的皇后 皇妃 或是天王的 那个天后 阿难说那这样好 我就回去呢 告诉世尊 告诉佛 这种事是好话嘛 回来呢 报告佛陀啊 佛陀呢 就 教训这个阿难 说阿难你怎么不会讲话 她要回向她的愿望 为什么她供养大众师 结果她的愿望只是要当国王 她的愿望只要当国王 国王的福报才多久啊 我们人世间你能够当国王 比如说你现在当总统啊 你能够当几年啊 你当国王 你都当一二十年罢了吧 几十年罢了啊 你活到几岁 活到八十岁吧 你当国王 活到八十岁 你只有八十岁的福报而已啊 为什么让她那么少啊 你让她当天上的天王 天上的天王 几百年几千年罢了 为什么让她那么少 她的福报 我们应该让她增加福报 你为什么不教她说 你的愿望要当圣人 当阿罗汉 不生不灭 为什么你的愿望不让她说 她要回向她要成就菩萨道 她要成就乃至佛果菩提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讲好话 在佛门当中呢 我们是会教说 你要讲呢 最究竟最好的福报给你 你看我们送法法经啊 或是我们回向的时候 我们都回向最高的 我要成就无上套 我要成就呢 我要成就呢 断烦恼解脱生死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你要成就最高的 那最高的呢 那我们呢 还有呢 最基本的人天的果报 那就不用想的 一定会得到的 那所以阿罗就被教训了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讲啊 这个口业我们回向 是讲好话 讲愿望 那我们呢 来呢 共修 我们来跟人家相处 就是世间法 跟人家相处 出世间法 我们来共修 我们的心意啊 我们的心意呢 都要往善的 而且我们讲话呢 发出来的话呢 你的愿望 你的回向呢 要往最好的 最高的 我们的福报跟智慧 才不会停留 所以 刚才我们回到第一个 那个善助天子啊 他天上的福报 要堕落了 他当时供养 这个辟之佛的时候呢 就像安安这样 也说我们修的福报 他供养出家众嘛 供养出家众 我们说呢 最大的福田呢 最大的福报 莫过于供养三宝 那你造的二业就是 最大的二业就是 忤逆师长父母啊 那你要造二业也是一样 那所以 我们供养三宝呢 最大的福田 你可以修得很大的福田 可是你的愿望 只是当人天而已 你供养大众师 你的愿望只是下一辈子比较好 这样不够好 所以 供养三宝 在三本门中呢 我们修福报 开智慧 那我们呢 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我们说最大的福田 为什么叫三宝 叫福田 那接下来安居呢 他来供养三宝 他会得到很大的福报 因为这个是确实的 我们恭敬三宝 合掌礼拜恭敬 都可以得到福报 得到智慧 当然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这个 而来修行的 我们不是为了得到这个 但是一定会得到这个 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要 清净我们的身口意 得正 误入这个无上道 我们最主要的 佛教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清净我们的身口意 然后呢 误入我们本来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误入这个佛性 开展我们的佛性 所以我们送佛法经 我们下午送佛法经 我们下午送佛法经 就是 你要直取佛果菩提 你要误入这个佛的 这个境界 这个才是我们 这一生的最大的愿望 所以 这个佛呢 这个教导弟子呢 一开始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口意 把这个恶念 恶口 恶业 把它转化 变成我们的善的 善的口意 讲好话 善的心意 然后我们去造善的事 造善的事就是我们来 来供修 来供养三宝 来 诵经 乃至来发愿 发愿往最高最究竟的佛果菩提 这才是大先人道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说 善乎以口缘 至敬其至义 圣莫做诸 你不要再去造恶了 能得如是行 我们的行为这样去做 你就可以正果 你就可以成就无上道了 是大先人道 所以啊 这个呢 今天我们就呢 以这个呢 祈颂来跟大家一起勉励 希望大家 三夜能够清静 佛道早日圆忙 阿弥陀佛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至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 圆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圆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养护耀 疾众 黎 Mitch 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们在这非常时期 除了做好文艺工作 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启动 为世人来祈祷 佛光有爱 同舟共济 菩提世间 为人无情 菩提善心 喜能获尽 借着圣母玛利亚他的钻导 让上祖的力量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 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 谢谢所有的关心我们 陪伴我们度过这困难的时期的人们 我们看到许多英雄 许多菩萨 就是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他们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 耐心的教育变幻 仁慈的天赋 求你拯救那些因着新冠病毒去世的人 并使所有遭受感染的病人早日康复 抗疫之路 有我们同行 你是不会孤单的 我们也特别为世界国家来祈祷 尤其是执政者 求主赐给他们位置 远见 毅力 信心 相信医疗人员 政府部门 世界上无论在怎么样的困难 只要以慈悲智慧来面对 互相帮忙 很容易的就度过这种难关 这世界有一个不变的道理 就是它永恒在变化 不好的状况有一天也会变好的 上主 请将病毒从地上烧出静静 用你的善心善念善行来转变眼前这个灾难 我们要发现我们的信仰 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策略 请万费免疫情早自平息 好 一友情 一爱 一专戒 一会做 没有责任 没有责任 我们要把勇气 热气 注入在我们的上 每个人 我们要求有人 我们要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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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 要求人 要求人 怎么办 互相 我们要求人 要求人 我们要求人 都要求人 复权 逐 天生要却无恶 你为你求求求 请请文明 慈悲临临 赦颂众生 自为我等祈愿所求 不要害怕 耶稣爱你 没有任何事情能胜过 耶稣对你的爱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加油 尊存于是非不尽的边缘 生息于颠倒黑白的世界 如是自行依旧 情心如水 于山水转 于世水转 与岸水转 宇宙水转 与山水转 与世水转 与岸水转 宇宙水转 非常感谢天主教的善佛喜基金会 还有佛光山来共同举办 活出爱有您真好 这个系列的活动 这个活动应该说在过去 我们跟善佛喜书记主教 因为西民大师 他们两人的友好 友好的一小步 也促成了这个宗教融合的一大步 所以一直以来 我们跟天主教 一直有着非常好的友谊 那么过去曾经在佛光山 也举办过大家的路跑 也从佛光山跑到征服山 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 那么今年原本要举办 祈福之路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 后来不得不做罢 但是宗教界总希望 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安利的力量 所以这段期间 由天主教善佛喜基金会 跟佛光山又共同的携手 来举办这一场的活出爱 有您真好 不明思义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 多一点温暖 多一点鼓励 活出爱 透过各位许多的这些 无论是神职人员 神户 甚至法师们 他们的助导 总希望带给社会 是一个祥和的力量 当然在这几天当中 也可以看到许多的社会贤达 这些知名的人士 他们也站出来 纷纷的替台湾里面的大众 来打气 来加油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小朋友 大朋友 都纷纷的跳出来 要向第一线的 请销人员 医护人员 说声谢谢 台湾的社会 因为有您真好 也因此 我想 这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都希望 透过短短的时间 既能够聆听到 每一位 对我们的祝福 以外 我们更能够 也感受到 台湾是有爱的 我们透过这么多的人们 为我们来祝导 相信台湾的疫情 能够尽快的过去 也希望大家迎来的 是一个喜悦的 是一个欢喜的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 一个新的社会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期间 尽管在家里 就当成是一个沉淀的机会 也是一个闭关 让我们自我内省 一个很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都希望 台湾乐好 大家一起加油 我祝爱 有您真好 在台湾目前 新冠疫情严峻的时期 连续十天的跨宗教 献上祈福 今天圆满告一段落 特别感谢 天主的核心价值 却是一样的 就是 慈悲与爱 天主教常说 天主爱每一个人 天主是爱 哪里有爱 就看到天主的灵在 面对疫情的困境 或伤害 慈悲与爱 就是最好的 简直 人 无法升天 我们要跟天多好 跟大自然多 也要跟人多好 我们要依靠 我们信奉的信 我们要谦卑 凡行 牵散 我们要努力寻求 走更好 更有意义的路 我们相信 我们所信奉的信仰 一定能够 带我们走出困境 迎接一个 充满爱的新世界 活出爱 四万年生日 真好 活出健康新生活 从岛与命联合抗疫 真好 台湾加油 疫情警戒来到第二集 现在已经进入社区感染 宣布雙北防疫警戒 从提升到三级警戒 各级学校通通停 各级的宗教寺庙 是暂时不开放入那一场拜托 积极的跟宗教团体 请他们先暂停 大型的宗教活 在下个礼拜一开始 要开始进行分动分层的上班模式 大幅使用的是视讯会议的方式 好 停止办理公开的活动 包含 有可能是主科场 有可能是南科场 现在尽量闭眼大家 一起跑来跑 只要达高一 游泳接近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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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臣 兜 個 我去哪不管 手握足道的向前 狂奔你身边期盼 从现在我不会 实现离开你的脸 从现在我学会 修许我所有时间 比你活出爱 会想家吗 会啊 听妈妈比较帅 要乖哦 要听妈妈的话 老爸回家再带你们去看球 等我回家 抗亦加油 很爱你们哦 不再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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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晚上的空鸟 穿越所有想你的想 充满你心中 陪你一起飞 一起玩 一路下的人找回我不再迷惘 什么是最快乐 公元到台湾 塞子人 台湾加油 开湾慢慢 台湾加油 持续台湾意料 一起喂 台湾加油 准备啊 大家最后一来 用爱情和台湾 好 我们加油 台湾加油 有民生好 光华加油 有民生好 博助爱 一路人员加油 有民生好 新手陪你一起放 一起玩 新手陪你一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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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愛你的愛 充滿你心中的愛 一起用愛守護台灣 活出愛有你真好 活出愛有你真好 疫情一定會過去的嘛 我們大家同舟共計 平安的躲過這一次的挑戰 我們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 然後放慢你的生活的腳步 回到自己的內心成為你自己 彼此要分享 彼此要有信心 能夠互相得高支持 把善良傳遞下去 我們也可以看到希望 最後大家一起達到那個重點 相信明天會更好 平安 健康 洗手 圓滿 知足 感恩 祈福 請大家加油 一起加油 台灣加油 看意加油 活出愛有你真好 活出愛有您真好 活出愛有您真好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大家平安 要做好防疫工作 要做好防疫工作 愛狼 馬德 愛五行 也就是說我們人要不分你我他 也不論何時何地 更重要的是要有神 有天主的保佑跟祝福 善國喜基金會 祝福 祝福各位好朋友 身體健康 心靈 心靈 心靈平安 天主保佑大家 平安 大家好 大家吉祥 感謝 感謝大家的這份心 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佛彌陀佛 活出愛有您真好 活出愛有您真好 祝福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